水里上工爱心服务社日前结合华山基金会水里天使站 前往明河村一位行动不变的独居张的家中 并进行协助清扫家园的工作 希望借此能够帮助这位独居长辈 今天下午是社团课的时间 我们集结了学校的老师、学生、义工 来帮这位阿公做一个打扫 因为阿公之前中风过 行动非常的困难 加上门外有一条长长的斜坡 阿公要到巷口倒垃圾 是极为不变的 那阿公要像这样子大扫除 对他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我们聚集大家小小的爱心 还给阿公一个舒适的环境 来帮助清理的学生表示 尽管环境很脏乱 但是经过大家用心打扫后 环境改善许多 在打扫的过程中也充满成就感 很难打扫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打扫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脏乱 可是 没事没事没事 蛮有成就感的 感觉就是觉得一开始看得非常的脏乱 然后希望等一下可以把它整理得很干净 先议员陈淑慧肯定华山基金会 以及水里山公爱心服务社学生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关怀赌居长辈 那最近我们华山基金会也结合到我们水里山公的爱心社团 来做地方上的一个志工的服务 今天特别由华山基金会的主任 带领了水里山公爱心社团的20个同学 来到我们水里乡的民和村 来帮我们独居老人打扫周边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边代表地方来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 长期进驻在水里关心独居老人的生活 还有提供他们很多的一个资源 但是也更感谢我们水里山公这20位爱心社的同学 独居长辈独自在家中能力有限 许多事情都无法完成 而在华山基金会以及学生的用心之下 环境改善许多 陈议员也期盼能够有更多人投入 关怀独居长辈的行列 让这个社会充满温暖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